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4日 星期四早上的第一節 先去講講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自從1月20日 拜登宣誓就任以來 CNN在黃金時間的收視率 竟然不升反跌 而且一跌還暴跌44% 對於CNN是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擊 特朗普總統一早就已經批死了 說這些主流媒體如果沒有他存在 自然就會陰乾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昨天宣布了將要在佛州立一條新的法例 來打擊科技霸權 而且裏面的條款還相當辣 為何要立這條新法呢 目的就有兩個 第一就是保障佛州人民的言論自由 第二就是確保日後的選舉能夠公平地進行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就是CNN收視的情況 根據多家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CNN在三個黃金時間 他們的收視跌幅是錄得百分之四十四的 也就是說 十個人當中就有四個半走了 適機或者轉台不再看CNN了 實際上特朗普總統 之前他就已經作出了一個批示 他就說 當我不再在位的時候 主流媒體的收視率就會dry up dry up 即是膚蠍或陰肝 而他們就會隨之消失 實際上CNN收視跌得很誇張 至於其他主流媒體 其實都錄到收視的下跌 不過就沒有跌四乘四那麼多 實際上CNN現在的收視紀錄 某程度上就是預視了這些主流媒體 在後特朗普時期的下場是怎樣的 一來以前特朗普總統在任的時候 這些主流媒體就可以不斷地報導 有關於特朗普總統的一些負面消息 不斷地對於他的政策進行一些批判 甚至乎是攻擊 當時的確是能夠聚到一班反特朗普的人士 不斷地追看這些左媒的節目 但是現在時而世逆 特朗普總統已經卸任了 而他也不再掌握實權的時候 如果主流媒體繼續對他窮追猛打 都不能夠提振得到多少收視了 反而來說民眾就會開始轉移向拜登問責 因為現在是他執政 他掌握實權 大家就會開始對他所推行的一些措施 或者是他簽法的行政命令 是有所批判的了 到底現在的主流媒體有沒有發揮好他們作為第四權的角色 去密切地監督現屆政府施政的表現 似乎他們做不到這一點 連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觀眾決定轉台或是關機的 肯定是鳥獸散的 你剩下下來繼續看你的觀眾 基本上就是可能不懂轉台的 或者他都不懂得上網看其他東西的 總之你主流媒體播什麼他就看什麼 你餵什麼他就吃什麼 至於第二個因素就是 如果特朗普總統真的好像之前所傳出的風聲 決定要自己搞一個媒體的時候 這樣對於這些所謂的主流媒體所帶來的衝擊 只會是更加大的 因為特朗普總統所興辦的媒體 肯定會成為保守派媒體當中的龍頭 他所有的支持者都會轉台過去看他的節目 而且共和黨裡面大部分人都會看他的節目 到其時肯定就會很虛陷 反過來說這些主流媒體只會是繼續江河日下 那個收視只會繼續跌下去 因為你也吸收不到新血 你也沒有做好監察的作用 不過我也觀察到 其實有部分美國的主流報紙 他們都慢慢開始轉變的風向 在一些社論或者專欄裡面 對於拜登政府有些施政上的失誤 都作出非常深刻的批判 尤其是現在緬甸出現了軍事政變的情況以後 有些報紙就批評拜登的取態相當軟弱 都有存在的 老實說如果他們不去批判的時候 那些人都不用看你的報紙 你一邊就是吹捧 一邊幫政權來投資抹粉 那這些主流媒體其實有什麼作用呢 你身處在一個具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國度 你就很應該充分地發揮作為第四權的責任 就是監督政府的施政 你都不監督 別人自然就不看了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佛羅里達州州長 德桑蒂斯的勇猛情況 昨天他發表了一場45分鐘的演說 在這一場演說裡面 他就敘述了佛羅里達州在接下來 將會立一條新的法例 這條法例專門就是要來打擊那些科技霸權 在這一場演講開手的時候 州長就形容那些科技巨企 為當今的美國民主和言論自由 構成了主要的威脅 他就保證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人 一定是會採取相應的行動 在接下來將會立的那條新法例當中 他裏面有很多條款都是相當辣的 第一就是強制所有的科技巨企 不能夠針對用戶的內容進行過濾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因為那些科技巨企 其實他就可以設置某一些關鍵字 總之那條貼文一出了這個關鍵字 他就可以把你過濾了 到時候就算你發表了這條貼文也好 其他用戶是看不到的 或者他可以壓縮你這條貼文的觸及率 其實背後就是有些關鍵字在作怪 現在這一條其實就是保障用戶的言論自由 當然如果有些用戶他是鞍皮的 或者他根本上就是違規的 當他發表那些違規的貼文的時候 你科技巨企有這麼多的資源在手 又請這麼多人回來 你就逐條來審批 如果牽涉黃賭毒的牽涉犯法的 你就將它封閉了它 將它禁言 但是你不能夠設置一些關鍵字 就所有都過濾了 現在佛州做得好 第二就是所有佛羅里達州的公民 都可以對於違反規則的科技巨企 提出私人訴訟 這個就是保障那個司法權 第三就是如果有些科技巨企 在他們的平台上 暫停某一位候選人的曝光 他們將會面臨著每天10萬美元的罰款 這個也是好事來的 因為你確保得到每一名候選人 都得到公平的對待 這個就保障了選舉方面的公平性 第四就是對於任何科技巨企 如果他們嘗試通過修改演算法的形式 來壓制或者優先處理某一位政治候選人的曝光率 那就是要面臨著每天的罰款 這個也是對於公平選舉的保障 因為事實上科技巨企可以通過演算法 來壓制某部分的候選人 不讓他們觸及這麼多選民 這是事實來的 他們有這樣的技術可以做得到 現在就禁止他們這樣做 第五就是要求科技巨企提高透明度 第六就是法羅里達州的選舉部門 要求所有科技巨企強制披露一項信息 就是他們有沒有優待個別的候選人 當然他們可以說謊 但如果他們說謊 有可能面臨著法律訴訟 所以法羅里達州現在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好的 當然聯邦政府不去對科技巨企 有些更嚴謹的監督的時候 現在就由州政府開始做起了 我們再說說可行性是否大 現在法羅里達州的眾議院 120席當中有78席是共和黨人 另外在參議院裡頭 有40席當中有24席是共和黨人 其實無論在佛州的參眾兩院 其實都是共和黨佔過半數 所以現在州長德桑蒂斯說要推動這條新法 就過硬的 有了佛州第一個先例以後 我相信就有機會造成一個捉骨牌效應 就是其他那些紅州會陸續跟隨的 至少德州一定會先跟隨 這些這麼好的法例 其他州開始去跟隨的時候 其實就會慢慢形成了一個包圍網 因為紅州有27個 藍州只有23個 當這27個州都效法佛州去立相關法例的時候 到時 你那些科技巨企想不跟都不行了 因為半個美國以上 都是接受這種規則 到時那些科技巨企想不跟都不行了 當然他們仍然可以在一些沒有立相關法例的州 那些是為所欲為 但是現在有個別的州 他是願意踏出第一步去嘗試規管這些科技巨企 起碼他都叫做開頭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不能夠完全對於未來是用一種悲觀的態度來看 就是一次選舉就覺得以後都不用選了 世界末日 我不會認同這種看法 事實上現在還有很多有心的共和黨人 他們嘗試在州的層次去做一些事情 去確保選舉的公平 現在 佛州州長德桑太司就是走出了第一步 以後會不會再有第二步第三步呢 我相信一定會有 起碼現在是有一個州願意踏出第一步 有人走自然就會有人跟著 現在就說針對這個科技巨企 那遲些會不會推出一些新的法例 或者是嘗試修改現有的法例 來完善投票制度呢 沒有說不行的 而且目前你也說 還有三年零十個月的時間 那亡陽保勞就未為晚也 我經常都說 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的事情 做人都應該要用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來面對 不是經常自暴自棄 自怨自艾 一邊就說 世界末日 這樣是沒有進步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